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一个梅雨的季节 所以特别大雨 今天呢 我都照来的了 下雨都 今天去探谁呢 日本拍的最多就是哥斯拉精王 两部拍的最多就是仁次郎 就是我旁边的这位 他已经拍了48部电影 就是我最终尊敬的 山田羊翅寺导演的所拍摄 柴油站可以有 山田羊翅的 伯伯馆和仁次郎伯伯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些低色天 这些在仁次郎 这个文文之虎带列的电影里 常常看到的一些 场景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看到 好了好吗 一翻查这个香港的报纸资料 其实 南银之虎在香港 只上映过六七部 第一部在香港出现的 南银之虎电影 已经是1980年的 南银四十傻居居了 接着呢 要去到1987年的3月 才有这个 戀愛专家出现 就是因为呢 憑着阿迅 田中玉子和 澤田燕耳的明星 这个票房 已经是南银之虎最败做的一集了 正所谓打银是趁热 南银之虎在香港 立刻就变成了一个专家系列 同一年的十月 香港也在上映这个失丸专家 1988年呢 就上映一部 叫做幸福专家 去到90年代呢 就有最后三部 南银之虎的电影 在香港也上映过的 包括 戀愛顾问 戀爱假期 和戀爱宣言 这三部电影的卖点 由日次郎 转到后层九尾子 而因为日劇 救了妈妈 加上她之后 又出过成龙的城市聂任 所以香港的观众 对她反而更加熟悉 各位 这里就是 在南银之虎电影 是你经常见到的 柴友的帝昔天 在后面 因为现在下雨 不太方便 给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 在南银之虎很多电影 都会见到帝昔天 这个钟影 终于来到神伺狼 山田洋伺 这个博物馆 看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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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家族的海报 另外 这边就是人伺狼 这个博物馆 大家进去看看 各位观众 如果大家想去 这个人伺狼的博物馆 就不要来 因为原来 它正在装修 那大家 如果去 山田洋伺 导演的 博物馆去看看 我现在先进去看看 有点失望 原来两边都在装修 哈哈哈哈哈 我当有黑条 然后就只能笑 虽然有点失望 但也见识一下 这个柴佑市 吧 看到这些不同的场景 也算是OK的 各位 现在我来到这边 这是二次 成天在南银之虎 看见那一个山坡 加上柴佑市 就会来这里见一下人物打棒球,踢足球 好像雨中在打棒球,不知是在打足球 在跑步 很棒 今天终于仁次郎和新年仁次郎博物馆终于开了 上次水泉河飞,今天又有游客补照,又多游客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看 看下先啦 汪美以求人次郎博物馆终于为了这个傻佬打开了 一到来就见到很多男人之苦 当年的制作团队的纸牌公仔 无论是三年游戏导演,副导演,摄影 去到化妆,美术,道具 总分大道具,小道具,和收音都一应俱全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去角色柴佑摄影所 但进来就不见到什么布景板 反而又见到一些很出名的请问方名 东京物语这些经典的日本电影 究竟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充满想像力的博物馆团队 想到将仁次郎的前半生呈现给各位参观者看 说到仁次郎五岁、二十岁、十多岁 当时他在做什么 还会说到当年日本发生过什么大事 像是二十岁,任次郎做回最少一家街边的叫卖 1969年,任次郎34岁 即是男人之苦第一集开始 他当年回到他的故乡柴佑 还有模型公仔做回任次郎 他当年会做什么 相当有心思 接着我们会看到很多在《男人之苦》电影里面 经常看到的一些经典场景 好像这个呢 就是任次郎的阿叔阿嬸那间和果子店 你看那些椅子、桌子 全部都做得一模一样 而头头一看 我们竟然看到这些灯光组和收音组的同事 真的在这儿拍着《男人之苦》 那这个纸牌人次郎 当然是继续假气真做 那这些场景旁边都看到一些剧照 可以给一些参观者可以去对照 接着我们进来的家里客厅的位置 就看到这个大电视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男人之苦》的拍摄花碎 而这里有一个按键 可以看到《男人之苦》的当年一些经典电影场面 来到这边 又看到《男人之苦》电影组 其实是出现的《朝日印刷厂》 那就是人次郎梅夫阿博 他所做的那间印刷厂 就是印刷厂的每一样东西 都好像在电影里面跳出来现实世界 连章鱼厂长都站在你面前 而这些剪片细节到 连一些文具、眼镜、温度计 甚至是一些磁点都兼顾到的 令些参观者大开眼界 那刚刚我们有一个《男人之苦》的人物关系 那不如先跟大家讲解一点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男主角 《车仁次郎》 然后有他的妹妹和妹夫 阿櫻花和阿博 那这个就是头几集出现过的阿博的爸爸 不如有他的叔叔阿嬸 还有很多人次郎的亲戚朋友 加上很多多的章鱼厂长 那去到这里就有满蓝 就是阿櫻花和阿博的儿子 那这里就有那些无水情人的女主角 包括有若美文子 然后就不得了 这些全部都是神级的模型 你看这个就是人次郎家的模型 已经是小儿科的了 接着这里就厉害了 哇 簡直是一个角色柴露的商店街 你看 不同的店铺 那些人 甚至是那些鞋 或者那些饼仔 那些衣服 原来弄得挺精细的 一只鬼虎神功 还有一些热楼的街景 再加上那些环境声 真的好像自身其中 那样 最重要的场景就是柴右站 有些时间表 售票处 相当逼真 还有他说以前那些人力车怎么行 那些耕田的情况 那些公仔 还有那些小朋友 在山上玩 还有那些游客怎么去行 挺好笑 那些人力车 那原始人的伯物馆那边 真是丰富得 真的不能中毒 但是呢 我們也要过来看下 我们男人之虎的灵魂人物 山田洋翅寺导演的伯物馆 那一过到来 就看到 以他的那些戏名 构成的一幅墙 还有我们看到一些电影海报 有导演最新的作品 吸引至安云曲 和这个麻烦家族 还有最经典的 幸福王手卷 和学后系列等等 雖然比起人次郎博物館那邊 這邊的展覽是小型的 但你看這個菲林山已經是相當壯觀了 菲林和菲林冠當然是來自三田楊翅導演的電影 變成了一個藝術品 還有黃昏清兵衛的模型 還有東京小屋的劇本 我看到也有麻煩家族的劇本 最後我們就以這個我們尊敬的三田楊翅導演的銅像作結 終於看到仁次郎和這個三田楊翅導演的博物館 哇 三點滿足了 我們來回這個山坡 這裡一到星期日就是一個親子的好地方 有很多家長帶小朋友去劇本 而這一集就暫時過一段路 下一集我就試試找這些日本朋友來跟我們聊聊香港電影 再見